哈囉大家好我是貝克蘇 我回來啦 搬家搬好了 這邊是我的工作室房間 之後就住這邊啦 搬家終於差不多了 搬家真的是很累呢 好我們開始今天的主題吧 我們今天要聊的主題是 女生要你追他會出現的三種行為 通常女生要你追他 就是對你有一定程度的好感 或是喜歡你愛你 而不是他超討厭你 看到你狂翻白眼 完全不想瞄你 你覺得他會要你追他 別再幻想了 不太可能會發生這種事情 第一種要你追他會出現的行為 你發現他跟你約會的時候 他會很靠近你 又或是你怎麼靠近他 他都不會閃避 他不會這樣 你一靠近 就 他不會這樣 他反而可能會更靠近你一點 又或是不會後退 不排斥你對他有肢體接觸 而且你們互動一樣可以繼續有說有笑的 假如你靠近他 想跟他肢體接觸 他雖然沒有後退 但是原本聊得很開心 瞬間沒什麼話講 又或是你們聊天氣氛瞬間變得很怪 那就是不行做 我們兩個之間的連結和熱度還不到這樣 你要尊重對方不能繼續下去 他沒有後退讓你靠近 繼續有說有笑 那就是 他會想讓你更進一步追求他 當然也是有更主動一點的女生 他會主動勾你手 或是肩膀碰你 又或是用胸蹭你 但是這樣的情況比較少 大部分情況是 對方會等你去跟他更進一步肢體接觸 肩膀過去碰到他肩膀 又或是你更靠近一點的距離 去跟對方說話 對方會不會退開 女生是掌控你們之間距離關係的人 他來決定你們之間親密可以進展到哪 所以你永遠都要尊重女生 而不是 可以肩膀碰肩膀了 送啦繼續 可以牽手了 送啦繼續進攻 可以靠狠近說話了 送啦繼續 結果對方臉已經這樣了 你還在那邊送啦繼續 你之後跟他約會應該就沒有下一次了 或是 可能就會在警局說誰可以來把握 不知道有多少人留言說他在警局了 不知道多少人已經被關了 我是不知道啦 我明明每次在說的時候 都有說要尊重女生 還是被警察抓走 也是怪怪的 我覺得是你假裝尊重對方 其實一直想要跟對方做羞羞臉的事情吧 我知道男生都會想要跟對方做羞羞臉的事情 但是我們尊重對方就是真的尊重 而不是假裝尊重 假裝尊重就是不尊重 這中間沒有模糊地帶 第二種行為 他會對你匮乏 他對你匮乏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會很在乎你對他的看法 而且非常關心你的生活 舉個例子 可能你會說你喜歡看書的女生 他就開始去慢慢養成看書的興趣 你喜歡愛健身的女生 他就開始去運動 他會因應你的喜好去做事情 又或是 他每一次就會密你說你在做什麼呀 又或是分享一些可能對你有用的資訊 順便去聊你的生活 可能會說這個感覺很適合你 之後就會說你最近有什麼好吃的可以推薦嗎 他會想盡辦法跟你有所連結 也許幾天密一次 一兩個禮拜密一次 頻率高的就兩天密一次 而且非常在乎你對他的看法 你對他說今天造型很好看 或是頭髮這次剪得不錯 你可以明顯看到他很開心 而不是 還用你說 那種敷衍的 假如是敷衍的 不要誤會唷 那就是代表他其實也沒有對你匮乏 很多人都會很重視延遲說的東西 可是實際上要判斷的都是當下互動的氛圍 你們之間互動的連結是怎樣的 情緒是怎樣的 同樣的台詞 可是呈現出來的記憶點情緒不一樣 那麼你們之間的連結就不一樣 而對你匮乏是一個蠻明確的指標要你追他 因為匮乏的意思簡單來說就是 他以你的感受勝過他自己的感受 甚至你自己可以慢慢感覺到一些些的壓力 當然對方對你匮乏不是一個非常良性的互動 有些人會覺得可能女生對自己匮乏 會感到致滿覺得自己蠻厲害的 可是實際上互動不應該是誰對誰匮乏 而是互相都是豐盛的 雙方都是很輕鬆自在的分享自己去互動 這樣的互動模式比較會呈現良性循環 而有一方是匮乏的互動模式 很容易因為不安全感和一些奇奇怪怪的規則原則 束縛彼此之間的互動 讓原本戀愛的感覺最後在一起變成權力鬥爭 已經不是相愛而是權力遊戲 可是很多人不懂愛情的原理 又或是沒什麼在看我的頻道 所以大部分的人還是很容易對自己喜歡的人匮乏 所以對方對你匮乏其實就是喜歡你 他要你追他啦 可是假如你也喜歡對方那麼在一起之後 你還是得去把對方的匮乏或是不安全感消除 不然之後你們在一起之後 有很大機率會進入另外一種痛苦的互動模式 所以雖然對方喜歡你對你匮乏 但是你還是得去處理這樣的互動模式 對你們未來發展才有好處 第三種行為是你約他單獨出去他一定會復約 假如不行他一定會跟你說原因 簡單來說他會很尊重你 尤其你在邀約的時候 他會願意排時間給你 讓你們彼此了解 所以假如你們單獨出去了兩三次甚至四五次 他其實就是告訴你 老娘現在在等你啊 快來追我啊 再不追我老娘就沒耐心啦 那有時候他會拒絕 他不是真的拒絕你這個人 有些男人很容易剝離心碎 對方剛好在忙而已 所以無法去這個邀約 之後自己在想 一定是我不夠好所以拒絕我 一定是拒絕我這個人 一定是不想理我啦 沒有他只是剛好在忙而已 所以他可能會說自己忙什麼 所以這個日期出去約會沒辦法 甚至會說之後哪個禮拜或是哪天有空 那就是擺明要你追他 其實只要可以兩個人單獨出去約會 就是對方告訴你讓你有表現機會 我會想要多了解你這個人 也讓你慢慢知道我是誰 就是要你追他了 我不是要你直接告白喔 你這樣跳過中間太多過程了 或是想說沒有啦 我們只是朋友 他無聊才找我 大部分的人不會一直無聊的 跟沒感覺的單獨出去 除非你很明顯就是喜歡男的 又或是他很明顯就是想利用你什麼 不然不太會這樣 而假如你們可以單獨約會了 你還是得去互動了解對方 你只是拿到可能交往的門票 讓你可以追求他 對方還是會繼續跟你互動 觀察你這個人是怎樣 但是你至少比很多連門票都拿不到的人有點優勢 有機會再更了解這女生是怎樣的人 適不適合你 你適不適合他 不要因為對方好像喜歡你 你就撩白 互動就很隨便 又或是你喜歡對方 對方就在那邊拽拽的 這個互動永遠都是可以很平等的互動 因為一個不舒服 其中一方隨時可以推出這個關係 其實也沒有什麼忍讓不忍讓 永遠要去抓那個平衡 還有尊重對方 好總結 其實女生要你追他 出現這三種都是很明顯的指標 假如這些都能錯過 那你真的蠻木頭的 木頭程度大概就是神木等級了 第一種他不排斥你的肢體接觸 第二種他會對你匱乏 第三種你的單獨邀約 他幾乎都會到 甚至可以跟你出去三四次以上 這三個指標非常的明顯 你是神木等級的話要注意唷 不要錯過你可能一生才會遇到一次的戀情 好啦不至於一生就一次 可能兩次之類的 加油 好那再來我的更新頻率就跟以前一樣 正常更新了 感謝大家的支持才有現在的我 我也會繼續努力的 謝謝大家 好我們今天話題就來到這邊 想看我的生活可以追蹤我的IG 或是看我的副頻道 貝克書生活一道未解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給喜歡加訂閱還有分享唷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可以收到我最新消息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哈囉我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有想要免費收到我推薦的書 或是我想分享的私密內容 可以在下面說明欄點電子信箱連結訂閱 感謝你的收看掰掰